您知道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门有多高吗 据说里面三件宝贝世界之最 可以说一件比一件奇特 而且每一件都被称之为镇馆之宝 悄悄告诉你 最后一件只能用耳朵去听 用眼睛看不见 观众木子 现在带您走进天下第一门华门 一起去看看华门里面究竟是什么样子 走吧 旁边这21个彩球代表自第一个朝代下朝开始 历经21个大型朝代 华夏文明寓意出如今的56个民族 团结一致无懈可击 爬上这56个台阶 首先我们来到的是第一层 哇这也太高了吧 我感觉站在它的下面 还没有您的大拇指大 华门由三道门组成 象征着遥顺与三地 开启了华夏文明之门 总长80米宽40米高50米 象征华夏上下5000年 它比法国的凯旋门还要高0.4米 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门 所以说呀 它被称之为天下第一门 首先我们来到了第一层 您看从上古社会的四大发明取火 藻井 农庚 智陶道 文圣孔子 武圣关公 你有没有发现呢 整个大厅呀都充满了文明的味道 这个华门大厅由八根顶天立地的龙柱之称 您仔细看这些龙的造型呢 它是由中国最古老的立体龙形 象征着我们都是龙的传人 而且这些龙呢 它都是栩栩如生 龙手相望 象征着中华民族 如巨龙横世腾空 鼎在古代呀 一直都是国之重器 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 现在我们比说话算数的时候呢 会称之为一言九鼎 把重要的人物呢 又称之为大名鼎鼎 这个呀就是华门的第一件 镇馆之宝连环九鼎 从远处看 它就像是一件单鼎的造型 但是您走近一看的话呢 它其实呀是九个鼎 同时也寓意着九九归一 在全世界您都找不出第二件 而且呢也是不可以复制的 走了 现在呀带您去坐电梯 去楼上看看 另外两件镇馆之宝出发 由于电梯呀空间呢 它是有限的 咱们还是爬楼梯上来吧 电梯呢留个那些老人 或者是需要的人去坐吧 咱们这个青铜的八卦院柱呢 它就是华门的第二件镇馆之宝 在八根的石柱上 每根柱子上呢 它都有一卦 被称之为八卦柱 尤其是这个水晶球的上面 它是从秦朝开始 直到现在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 展现出几千年来的疆域版图 演变过程中 我们呀可以清楚的看到 我们的国家在维护统一和国土疆域版图中 血与火的这样一幅历史画卷 现在咱们去三楼看一下第三件镇馆之宝 现在咱们已经来到了天下第一门 华门的最顶端 这就是华门的第三件镇馆之宝 就是这锥呀 青铜的四音方钟 在古今钟外 我们看到的钟呢 基本上它都是圆形的 而且在敲击之时呢 它只有一种声音 但是这个钟啊 它却暗藏玄机 据说从四个方位 在敲击之时呢 它会发出不同的一个声音 而且每年在重大节兴的时候呀 华门呢 都会明中表达庆祝 庆贺 聆听不同的声音 表达不同的一个感情 许下美好的心愿 今年是2023年 鬼卯兔年 又是双春年 下一次呀 要等到这样的年份呢 就要等到一千年以后的 三二八三年 双春又是双喜 今天就在天下第一门 华门这里 敲响钟声 钟声响起 牧子住院屏幕前的您 钟声平安 接到了这份祝福了吗 接到了 在评论区打一波 接到了 关注牧子 每天为您带来更多的知识 这里就是连外国人 都想来看上一眼的 武圣关公的家 很多人都知道关公 但是都不知道 关公家里面真正有什么 悄悄的告诉您 他家里有两座店里出现的人物呢 您在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处 现在呀 咱们到里面去看一看 走吧 出发 进来之后呀 我们看到有一对狮子 非常的奇怪 牧子呢 走过了很多的名胜古迹 而且呢 很多狮子摆放呀 极其有讲究 古代呢 左边为尊 摆放的是雄狮 雄狮呀 嘴巴呢 都是张开的 代表古代男人呢 是说了算的 而且爪子下面呢 一般都是按锈球的 代表着手握大权 掌管乾坤之意 但是您看他的手下呀 却按着一只小狮子 而右边的母狮子呢 应该按的是小狮子 但是他也按的是绣球 那么这种摆放 它有什么意义呢 欢迎打在评论区 是不是只听说过 关羽和他的儿子 很少有人听说 他的关于父母的故事 大家看一下 在我眼前这座八角七层塔 这个塔呀 外表看上去呢 它并不鲜艳 而且呢 也并不高 那么它是做什么的呢 这个八角七层塔呢 是关公的父母墓 在这里呀 曾经呢 发生一段 鲜为人知的故事 当年呢 泰州城里面 有一个恶霸 叫做吕雄 他勾结官府 横行霸道 欺男霸女 可以说是无恶不作 他当时把城里的水呢 很多水井啊 给填掉了 只留下自家门前的 一口水井 并且呢 规定只有大姑娘 或者小媳妇呀 可以到井里面呢 来挑水 这个时候呀 他就每天 带着几个恶奴 守在井边 看见谁家的大姑娘好看 就强行霸占 这个对于秉性刚烈 又好打抱不平的关羽来说呢 肯定是看不过去的呀 后来关羽呢 他一怒之下 就杀了这个恶霸吕雄 但是呢 却遭到了官府的捉拿 并且要株连九族 满门抄斩 当时呀 官姓的族人呢 都四散逃走 只剩下关羽 年迈的双亲 由于呀 年龄又大 腿脚呢 又不方便 而且又特别怕 连累关羽 于是呢 在这个地方 原来呀 他有一口井 后来父母呢 双双头井了 后人为了纪念关羽的双亲 于是呢 在座井的上面 建造了八角的七层塔 根据北文记载呀 这个塔的修建年费呢 是在东汉的中平元年 也就是公元的184年 到现在已经有千年的历史 历经千年风雨 依然屹立在这里 他在向我们后人 诉说着光宫的一举 和父母的悲壮故事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限电了 在每年的清明节 中元节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 6月24来自全球的官室后裔 以及当地百姓呢 都会不约而同的 来到这里面进行祭祀 在我身后 这个大殿主殿呢 它就叫做崇宁殿了 但是啊 今天在这个院子里呢 我最想和你们分享的是 他们龙柏还有胡柏 这个呀 可不是一般的柏树 它的树林呢 已经有1800多年了 周长大约有4米 可以说是他们见证着 光宫祠是当今世界上 最早纪念光宫的 发源地 也是我们河东大地上 1800多年风雨变迁的 见证者 至今呢 仍然生命力旺盛 当地百姓呀 有一个习俗 认为这个柏树呢 非常的有灵气 而且在上边呀 刷了好多红绳 那么它是什么意思呢 当地百姓家里面 如果生了男孩 他们呀 会让孩子呢 认柏树为干爹 刷了红绳之后呢 希望孩子能够 妄死成龙 那么那边那棵呀 刷了红绳的意思呢 生了女儿 希望女儿可以 妄女成凤 大家现在所看到的 就是供奉着 官夫人的娘娘殿了 官夫人 是我们亥州镇的 东湖村人 当年啊 官公为民除害 除掉这个恶霸 吕雄 援奏他乡之后呢 官夫人就带着孩子 到对面的中条山上 以采药为生 为当地百姓啊 来治病 所以被百姓 尊称为药娘娘 当然呢 也因为他治病救人 医术高超 被后人也尊称为 宋子娘娘 据说现在呢 当地百姓 也会时常到这里来 祈求身体健康 在这个院子里呀 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 至今呢 他仍然是个谜 大家看一下 我身旁这颗古桑呢 据当地百姓相传 他是每年五次开花 五次结果 我们看一下 他的根径 这个地方呢 是非常巨大的 五个根径呀 扎入地面 就像巨龙的利爪一样 深深的抓在大地的深处 另外呢 整个官公祠堂呀 供奉着官家的古代人 处处显示着 这五个自然数 所以说人们呢 将这颗古桑呀 称之为 武士同堂桑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呢 也沾沾他的福气 木子在这里 把福气送给屏幕前的您 接到了吗 接到了打一波 接到了 这里就是世界上规模最大 保存最完整 也是最宽的古城墙 中国古城墙那么多 为什么只有西安古城墙 能够历经600年而不倒呢 1956年发生八级地震 都没能把它震塌 主要呀 有两个方面 第一呢 这是城墙的设计 西安城墙底部的宽呢 是16到18米 而底部的宽呢 是12到14米 它的高度呢 是12米 也就是说呀 城墙的宽度 大于它的高度 这样呢 会让城墙更加的稳固 那么第二点原因呢 西安城墙在建筑材料里边 那可是不一般的 城墙内部呀 它都是夯土的结构 所以呢 非常的坚固 黄土呢 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 加上沙子 石灰 麦结杆 根据一定的比例呢 夯制而成 然后呢 再加上糯米汁 米猴桃汁 石榴汁 越甜呀 年度越大 而且呢 工艺极其精湛 夯土弄好以后 在覆盖上一层青砖 不仅如此 西安城墙 砖块之间的结合呀 非常的紧密牢固 建筑人员 想将灰缝层刮掉 这个刀斧砍都不奏效 这种建筑材料 甚至比混凝土还要结实 想插根针 进去都不可能 每修好一段墙体 燕城官员呢 就命令这个士兵 用弓箭射土墙 墙体 箭头射进墙体 则意味着土墙不合格 如果官员监督失职的话呢 轻则被罢官 重则丢掉性命 所以古代的土城墙 大都异常坚固 作为重镇的长安城 更是如此 我们都知道 西安城的历史呀 很悠久 最早在隋朝开荒二年 也就是公元的581年 伴随着这个隋大兴城的建设呢 西安城墙啊 就开启了它 最早的历史起源 一直到今天 隋朝时期 修建的部分墙体呢 还保留在 今天西安墙体的 南墙和西墙里面 就像陕西的肉夹馍一样 过了一层又一层 从隋朝开始 到唐五代 宋金元 一直修到了明清时期 而随着一代代的修缮 这每一个时代的墙体和历史呀 就这样一层一层的 夹包在了 西安城墙的墙体中间 所以 你如果要问 这个西安城墙 它到底是哪个 朝代修的呢 我感觉呀 说谁都不合适 你说是唐朝修的吧 那隋朝不高兴了 你说是明朝建的吧 那么前面的宋金元 他们就不高兴了 所以说呀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西安城墙呢 应该是咱们历朝历代 累架而成的 而且呢 在城墙的底部呀 还有八十公分的三合土 也就是石灰 糯米浆 黄土 沙子 可真的是固若金汤 历经几百年 风雨沧桑 依然屹立不倒 观众木子 下个视频带您去看看 杨贵妃的早堂子